喂喂喂 又是我們的戀上文化 我是迪鳴雅 當然有我的 好拍檔 大花童拍檔 不是 阿俊大家好 為何我叫大花童呢 他那部iPhone4依然纏繞著我 這個星期之下 自從他上個星期說了iPhone 他的怒氣之後 我都不斷在思考 在輾轉反則 究竟我可不可以去感受一下iPhone的 通常那些人 瘋瘋癲癲的感覺 買不買好呢 我都是那句 早買早享受 遲買便宜幾塊而已 那差很遠喔 便宜幾塊 有時候有些產品 你先買了 就是有一種優越感 就是 這些就是 所謂Y世代的消費主義 是啊 就是打算一出就買 排定隊等 別說 很簡單 你穿球鞋 你穿什麼牌子 我穿什麼牌子 穿Like 為什麼你不穿Yasaki 為什麼不穿Yasaki 是啊 其實我也不穿球鞋 如果這樣說 為什麼不穿Yasaki 你特地找一 你覺得 那我就問你了 你認為你找一對Yasaki難一點 還是找Like難一點 其實我說很簡單 有些可能是沒有牌子的球鞋 又或者 買了Addis 或者Like 其實 我們買了一些比較出名的牌子 例如Like Addis 其實那一下 我們已經有一個虛榮感 其實我都問過我大學同學 這個問題 有些大學同學 我讀大碩士的時候 有很多是國內的同學 他們不知道說什麼 然後我們忍不住喘 你又穿這個牌子 是啊 反而去到我們有時候 你不要說什麼牌子的東西 老實說 其實找一對Like 一定是容易過 找Yasaki 我想說 這個 這樣說 例如說 當一件50塊的T恤 和買一件200塊的Addis T恤 那如果你買一件50塊的 純粹是滿足你的生理需要 因為人要穿衣 很冷 這個是OK的 但如果你不買一件50塊的T恤 就是買一件200塊的Addis 其實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煩消費主義 是 即是說 如果你做買一件事 或者去做一件事 是滿足你的生理層面需要的話 嗯 那就OK的 但如果你買一件事 Forder 再多些 再多些的時候 其實他說不是滿足你的生理層面需要 是滿足你的心理層面需要 是啊 其實這個已經是煩消費主義了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 是的 為什麼買名牌呢 九成九香港人都是 九成香港人都是 其實 說真的 很舒服的 是嗎 基本消費都可以 環保袋都可以拿出外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可以 晚一點再探討 都可以 我都可以介紹 你也少一些文化 給大家介紹 一拿這張東西出來 在錄音室的同事都忍不住嘩 是 真的 這部電影 介紹給大家 就叫伴侶 伴侶 是肥伴那伴 肥伴那伴 它英文名是Fatpick 肥豬 其實本身沿著尼爾拉不特的作品 都是由我師姐莊門癌Cancer去改編 也是師兄黃龍斌去做導演 為什麼這麼吸引我拿這張東西 還有想介紹給大家 其實就是 它那裡有一句的slogan 類似slogan 或是吸引你的stand bite 也好 你要我減20磅 為何不抱緊肥伴的我 為何什麼 為何不抱緊肥伴的我 立即剩下三秒 是 我會覺得 又是 你不覺得現在 會令我反思 可能介紹還介紹 令我反思 為何現在的人 這麼喜歡瘦 我不知道阿俊你喜歡肥女生 瘦女生 坦白說我一定不喜歡肥的 正常人 除了唐朝的人比較喜歡肥之外 不過有些人說唐朝的人不喜歡肥 但我的認知就是 阿楊貴妃是肥的 唐朝的人應該是喜歡肥婆 正常的人都不喜歡肥 那我認為皇帝的辯迫是喜歡肥妹 這樣說 適當的身材 可能有一點肉的 會好一點 接受的 太瘦也不好 但如果是肥 擺明 太肥的女生 我們叫做沒有腰 看不到腰 好像一個水桶 真的接受不了 唉 我沒有話說 可能我不是肥的人 所以我很難想像 因為我曾經發過誓 任何可以發毒誓 我不會這樣 我一定要維持 起碼 事事正正 但很難的 因為有時候女人 到了差不多一年多 都未必 不是說維持就維持 希望我好像 希望我都遺傳 對我家的優良傳 我想這句話 有不少女士都跟自己講過 但最終她們也難途變肥 希望我不會 希望 好老實 我家人是不肥的 比較大隻 健碩一些 可能我走出去 都不會覺得我肥 覺得我大隻 比較大舊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家裡最小的那個 是啊 真的嗎 是啊 我弟弟六尺多 這麼厲害 是啊 我妹妹 其實我是貓的那個 我不知為何這麼矮 你跟我差不多 是啊 其實我已經是最小的 很自卑 但是這些是 遺傳沒有計 高度是遺傳的 我們說回這個戲 是 其實這個戲 叫伴侶 就是肥伴的伴 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講述了男主角 Tom 就是愛上了社會 即是說一些女生肥 是叫什麼 豬扒 沒錯 豬扒的 中女 你覺得現在 一講中女 你會想起嗎 講中女 你會想起什麼 講中女 沒有人要的 可能三十幾歲 四十歲 或者甚至她可能自己 有一份都挺中產的工作 可能 還有她喜歡賣名牌 看不起一些 比她窮 窮 或者比她低一級的男士 那麼 但是呢 他們就喜歡了她 喜歡了這個Helen 即是肥妹這樣 那麼 他們就是 黑暗的時候 人沒有人的時候 很悶 很恩愛 但是日頭流流 大家同事 看到那些 都保持距離 這樣 但是其他人 有時候 紙包含著火 有時候 你不覺得人的直覺 很搞笑嗎 很特別嗎 你會覺得 嗯 嗯 她跟她 一定有些事情 讓其他人知道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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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肥妹的女朋友 那樣 其實我反而好奇 什麼因素 令到她愛上一個肥妹仔 喂 有些事情很特別的 你沒得說的 即是剛才你也說了 即是我們上個星期說什麼 上個星期說 不要跟同班同學拍拖 然後你說 有些什麼緣分到 沒有 沒有 沒得說 怎麼說呢 有些場合 遇上了 喜歡 沒得說 那也是 但如果說 但問題是 即是我就算 在我認識的人裏 全部都是肥婆 那我寧願選自己一個 哈哈 可能 你們有些事情 之後一起 即是你不要這麼快 封自己後門 我想說 封 世事是沒有絕對的 我封眼 沒有絕對的 好我放牆雙 看看阿俊 以後我老婆是怎樣 哈哈 不過我試過上網看 即是上網看 那些什麼 測驗 即是七八字 那些什麼 我常常說 你瘦 以後你老婆肥 哇 哈哈 可能你娶她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覺得是 哈哈 通常結婚的時候很瘦 通常結婚的時候很瘦 對版 不然就不結婚 不是不對版 不是不對版 只不過你們的感情昇華 是另一個層次而已 我可能會縮的 大佬 不會的 真的我說真的 你看 你外面有些肥子 很多時候 你看她們結婚的照片 索到爆 索到爆 是不是 誰知道 一入屋 不過不要 也不要說 只是女士們會發福 男士都會走樣 男士就會脫髮 還有有肚腩 對 剪不了腳甲 什麼 剪不了腳甲 不過我深信自己不會變胖 為什麼 我爸爸 瘦到柴子 我叔叔 瘦到柴子 媽媽呢 我媽媽 現在有點胖 但是我哥哥就像我媽 有點肉 但是我又像我爸爸 吃了肥了都瘦 藤條型 藤條型 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看 在文化中心劇場 真的 肥妹難道真的有錯 你看欣怡 欣怡已經撕除了這個 以前的Laybo 人家下去索女 標籤她 哇 欣怡 大家就會想起肥妹 欣怡的當作叫航空母艦 我真的見過真人 她還沒減肥的時候 我記得我去看舞台劇 她跟我同一看 同一場 離開的時候 她在我旁邊 很震撼 很震撼 她等於兩個我 但我相信現在跟我差不多尺寸 應該差不多 或者肥了一點點 對 因為她本身骨頭也很大的 而且她也很高大的 我看到她 她就是 大家拍照一下 那時候她最肥的 像一座山一樣 沒有化妝的那個年代 那個年紀 我看到她 呆了 所以唐安琪就說 世界上是沒有不漂亮的女人 只有濫淡的女人 其實我也覺得很佩服她 其實我真的覺得佩服她 因為其實減肥是很痛苦的 是 我自己也有減過肥 其實減肥帶來的後遺症 真的挺大的 譬如指甲很脆弱 頭髮很少 是嗎 指甲脆弱 會的 因為我不是做運動減肥的 通常女生減肥第一件事 吃藥 是不吃東西 然後有些吃藥 對 有些不吃東西 或者吃藥 吃藥會快些 通常第一件事 還是不吃東西 那你不吃東西 你沒有營養 沒有營養 就容易 皮膚不好 生瘡 因為身層代謝慢了 所以就生瘡 指甲不好 所以其實 我覺得如果減肥也好 都要健康為先 你想一下 譬如欣怡一樣 減了一百磅 減了一百磅 你想一下 那一百磅 減一個人 很佩服 很佩服 還有我覺得她減肥 減得適合時間 始終她都年輕 二十歲出頭 現在減肥 起碼她享受以後的 漂亮的時間 會長些 還有健康也好些 一個過二百磅的人 其實真的很危險 說一下這套伴侶 有些問題想問 她又要拍拖 但又要隱瞞伴侶身份 其實心裡的自己都要介意 只不過是喜歡了 好像沒有辦法 其實是的 即是 又去想一些旁邊的節目 有時候有些人 其實你自己都會去 judge自己 去評價自己 或者審判自己 糟了 我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可能那個女生不漂亮 或者那個女生 人家可能有些很壞的印象 都可能會 你會蓋住 不讓人知道 一段時間 甚至那段時間很長 幾年 譬如我認識一個 她的女朋友 長大很多年的 她一直都蓋住 蓋住要結婚才告訴別人 那你想一下 大家會想一下 究竟她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劇情也吸引 是的 譬如那些亡年戀 都是這樣的 你為什麼一個叔叔這樣娶 波哥哥 什麼 這叔叔娶的年輕人 就已經叫屍兇見慣 是啊 都不少了 香港中港婚姻 三四十歲的男人 和六十歲的女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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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香港好的是什麼 就是 自由 自由的地方 你兩個人搞得行 就是 變成姓之後說要結婚 現在都會上了高院 是啊 不知道她那個定案會怎樣 但是 我覺得 如果香港不給的 你就去荷蘭結婚 是不是 不知道行不行 荷蘭可以的 就是去荷蘭註察 是啊 那就去吧 那為什麼要去香港 但是我覺得兩個人戀愛 那你就走遠一點 就是沒有理由搞這麼麻煩 喂 你打官司啊 你都回來啦 是不是 那也是 你覺得行不行 不知道 我想她去為一口氣 都希望有情人忠誠眷屬啦 我也是這樣 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覺得 啊 那這樣說 譬如你跟一個人拍拖 不算 如果你跟他已經 是 想著 長相私手的話 嗯 其實 你們不結婚 總是差點東西的 雖然經常都說 結婚不是說一張紙 但是我覺得是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過程 是一個 是一個 就是一段關係昇華了之後 是啊 那個階段 我覺得是 都是的 幾令人覺得特別的 我覺得應該會 要結一下 要結一下 什麼要結一下 一次的 我也是覺得是一次的 你要好好保存這一次 就是沒有的了 我覺得 雖然可以離婚 可以或者再結婚 但在我個人來說 我是不贊成 其實我也覺得 應該是一次的 是啊 我覺得你變得太cassle 不行 現在的離婚率都很高 是 是 香港社會 容易的嘛 你給幾千元而已 排期 但是註冊幾百元 是啊 不是 都要過千元的 現在 是嗎 要 我前陣子有個朋友註冊 不是要幾錢 都要成二千多元的 你又要搞證件那些東西 所以 都便宜的 不過現在的婚姻很怡氣